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个两岁的弟弟啊 他被虐待致死的案件 现在主贤不是被重判死刑吗 但是有的人可能讲说 哎呀这个不是亲爸爸亲妈妈 亲生骨肉哪里会这样下手 西平老师 亲生骨肉有的爸妈还是会下手的 有句话说 虎毒不食指 我们今天讲这些心酸的故事给观众们 主要是让大家警惕 我们人还是要维持一个做人的尊严与高度 我们先来介绍 今年六月最新的 这个 这个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她自己跑到派出所里去报案 她在桃园回东派出所报案 她走进去说我要报案 我爸爸打我 创下中华民国形式上最年轻的报案记录 报完之后 我跟你讲 那个警员一下就喜欢上她了 报案要有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她怎么说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你妈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 我爸爸叫胖子 我妈妈叫老婆 好可爱 她妈妈叫她爸就叫胖子 她爸妈叫她妈就叫老婆 我哥哥叫光头 那我呢 我爸爸妈妈叫我兔子 警察那边做笔录要先记名字 听了以后就觉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 你怎么可能忍心对她小女孩说好你爸 你爸脱了衣服我看 一看吓一大跳 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一痕一痕的伤痕累累 胸前都伤痕累累 这一看屁股更不得了了 打到那种雨血 然后发脂了你知道 然后这还不算 除了打之外 你的手脚我一看 全部是烟头这样烫的 烫的用烟头烫 你受了受不了 这些爸妈在想什么 我给你讲 结果这个笔录上 你知道警察写四个字写什么字 体无完肤 笔录上就写体无完肤这四个字 你就知道 她被虐待成多狠的 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创下台湾最年轻的 这些爸爸妈妈到底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把你家最可爱的兔子 虐待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回龙派所遇到的事情 这是屏东的 屏东这样子 这个阿嬷她有两个女儿 这是她小女儿的这个女儿 带给她阿嬷带 结果小女儿跟她妈妈讲 说你帮我带这个小女儿 我每个月会给你八千块 就带小女儿 但是后来 女儿大概是失业还怎么样 半年没回家 也没消息 也没寄钱 没有寄钱 阿嬷就不喂她东西吃了 她不喂她东西 我跟你讲 这是个三岁 三岁的平均体重是几公斤 你知道吗 不知道 14公斤 国内三岁平均重用14公斤 她不到8公斤 将近8公斤 受成这样 受到皮包骨 我跟你讲 这个因为不好看 肋骨一条条都可以看到 而且她从楼梯上摔下来 那个邻居她都说 赶快去送医 赶快送医 小孩子送什么医 我跟你讲 她跟她阿嬷在一起 所有的预防针 一针都没打过 就是一针也不带她打 结果呢 这个阿嬷说 她消化系统不好 才瘦成这样子 吃东西都会吐 所以才瘦成这样子 不是我不给她东西吃 那也不用去看医生就是了 她在说什么 但是警方有把她送到医院去检查 医院说消化系统好的药密 没有这回事 然后警察拿鸡腿给她吃 咕咕咕咕 去把鸡腿吃完了 一点也没有吐 就证明是阿嬷 真的把她饿成这个样子 用饿略她 你女儿 我的女儿不拿钱给我 我就饿你女儿 这是什么天下 妈妈也不回家看女儿 阿嬷也不把女儿养好 我觉得最怪的 最诡异的 是这个 小燕燕 小燕燕 我真的觉得 这是你要负责任的 为什么 小燕燕的妈妈 生她的时候 你知道她几岁 17岁 年轻小妈妈 她爸爸几岁 14岁 对 她爸爸比她还小3岁 你知道 好 那小燕燕 后来跟她妈妈 就是住到她的表姨家 第一个 小燕已经受苦了 从小就是 她妈妈跟她 受她爸爸的打 因为受她爸爸的打 所以她跟她妈妈 才跑到表姨家住 表姨家有 大表姨 二表姨 三表姨 好 住在一起 原本就避难的 避难的 结果呢 表姨没事 就打脸 打头 甚至于抓了她头 动就撞墙壁 就这样打 就有一天 小燕燕 就给她妈妈讲说 妈妈 我头痛 我要去睡觉 她妈说 你赶快去睡吧 哦 就去睡觉 就从此 一叫就不醒了 一啥觉 她妈去看她怎么 就死了 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这个就问表姨 表姨就说 死了就死了 烧一烧就算了 她说不行 我不能烧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绝对猜不到 就把这个小燕燕放在那边 用冰块放在旁边 用风扇吹 给它冰冻 摆了四天 大表姨 大表姨的先生 二表姨 二表姨先生 三表姨 三表姨先生 跟她妈妈 七个大人 就好像无所事事 继续过她的生活 过了四天 这个小女孩在那边 死了四天 她们七个大人就 照常吃 吃喝玩乐 每天出去上班 跟没事的一样 那她妈妈就在电脑上打说 四岁小女孩死了 要怎么处理 急求救 就有仗仪式人员看到 就问说怎么回事 她是藏仪式看到的 看到了 问她说 就在电脑上问她 你怎么回事 她说我女儿要死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已经死四天了 专一说你留个电话给我 就她一留电话 专一说就报警 报警就在那边 蹦一下 才发现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她妈妈打这个电话 我不晓得她那个小女孩 放那边 用冰风扇吹 还要到底还要吹多久 七个大人 居然可以 我觉得可以完全无所事事 就这样过四天 一个小女孩死在那边 她们好像没事一样 对啊 你不要说动手的几个大人 天理不容 就在旁边当没事 三个先生在干什么 三个先生也无事 你只要处理一下嘛 对不对 我发现当没事一样 到底我们的社会 是冷血了吗 这就是我想问中博的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虐童案 而且手法也很变态 这个心态是不是太残忍 以前好像没那么多 还是以前小孩子 如果出什么事情 也没有人要报案 我们也不知道 还是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 以前的人真的没那么变态 你说三年级生 四年级生 大家他们当初吃过这么多的苦 穿麻布袋的是不是 然后穿草鞋的 这样的人吃过苦之后 你说他能变态到哪去呢 所以他们教养小孩的方法 也不会很变态 可是你去看看 现在七八年级生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出去看到救务车 你还故意挡人家 不让他去救人的人 还比宗旨 那他生出来的小孩呢 他会怎么对这个小孩呢 是不是 如果一只猫 完全没有这个招架之力 你也要把他凌虐 然后po上网 而且发现他是个博士 那他生了小孩 他会做什么 所以我已经解答了 这个现明的问题 另外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各位知不知道 凌虐小孩到底应该判多重 我举个例子 有一对夫妻 结果呢 他爸爸就打他的女儿 打一打呢 把他女儿呢 越打了一个月 所以把他女儿打成植物人 没死 没有死哦 多大的女儿 大概差不多三岁 也是那么小 是植物人 没死 所以没死呢 当然就没有判死刑 OK 这我接受 但是法官判他多重 判他七年 因为法官认为 你能打一个月 那代表说你是连续嘛 是不是 所以判他七年 那他的妈妈 在旁边看 没有施暴 所以他妈妈就没事哦 错了 他妈妈被法官视为 共同正犯判三年半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他说你这个做妈妈的 你怎么没有作为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我要让观众朋友 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发现你的周遭 有人在虐童 虐自己的小孩 那施虐的人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罪 旁边不看的人 如果那是他的妈妈 他的阿姨 他的奶奶 那些人一样被视为共犯 最后我要讲一个这个 这些刚刚竞平已经讲过了 这都是很扯的证词 所谓很扯的证词 就是在替自己狡辩 所以法官认为 你替自己狡辩 你的态度 实在是太恶劣了 因为这样我判你死刑 我刚才讲 那个判植物人 那个七年 同样的 他也是啊 小孩子呢 因为这样子 如不遭受撞击而死亡 他说 是在厕所跌倒 然后就撞到马桶 所以死掉了 然后呢 法官又问他说 那为什么身上会有瘀青 你知道他爸怎么回吗 瘀青 这是胎记啦 我要讲就是说 你讲这种瞎话 听不下去 倩琳 请问瞎话谁说得出来 三年级人 四年级人 或是像我们 比方说我们瑞德哥好了 他这种年纪的人 他会说这种瞎话吗 少数七八年级生 专门在说这种瞎话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小心了 你以后如果做错了事 你还在法官面前 再说瞎话 就会回到 季民干所说的 你说这些东西 你等于就是 刚才有讲一个专有名词 你以为可以给你减刑 你错了 你瞎话就是 不知悔改 那我套句 孙政华法官说的一句话 对这个 刚刚那四个杀人谋 已经没有办法 用刑罚叫化了 那倒要怎么办 永久与世隔绝 不过 瑞德兄 这个案件呢 也让大家再一次警惕到 讲说很多有问题的家庭 可能他的这个父母亲啊 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啊 可能他打小孩子 虐待小孩子 他也帮了 所以呢 现在有立委想要修法说 让毒虫的孩子见光 是说见光可以让他得到一些帮助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会害怕说 像你看我们的新闻里面 小孩子年纪在几岁以下 我们都要马赛克 就是怕他们曝光 对不对 这样子见光的话 会不会不能保护他们 不是只有见光而已 还必须要加强探视跟保护 所以啊 这个7月底不是要开临时会吗 我建议啊 有些瘦肉精也好了 什么 我们先放着 先把这个 儿胡把这些 攸关生命安全的法律先过去 像这一条的话 儿少法 增定第54条之一 他的条文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他的儿童的父母监护人 或实际照顾的人 他有毒品 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那么在开始调查 或者是已经被通缉 警察官察乐阶等等 会要服刑的时候 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跟这相关的人啊 你必须进行他的家庭访视 调查儿童生活与照顾情况 如果认定未或适当照顾 你应该通报相关的 这个县市主管机关 这条法律是什么意思 他赋予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 很多的悲剧 孽儿自死的悲剧 都跟毒品有关系 然后呢 可是毒品又是属于社会的弱势 通常有毒品的 这个吸食前科 或是吸食习惯的 常常是父母都有 那么孩子跟着父亲 或跟着母亲糟了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一旦这个修法通过了以后呢 那么尤其是司法警察官 就是警察啦 警察就必须可以 第一时间去坦试 有问题的话 立刻通报社福机关 把它进行安置 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了 但是近平 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悲剧 说探视也探视过啦 社工有来过 来看看没有什么事情 或是并不是什么高风险家庭 人又走了 走了才走了 结果没有看到 社会新闻出来又悲剧了 走到等到悲剧先发生了 才会真的有点什么事情 这样会一直循环呢 这是恶性循环呢 对 等到民众发出那个正义的愤怒之后 然后政府才会重视 我就举个例子 2010年那个9月25号的那一次的白玫瑰运动 是继1997年这个白小燕命案发生之后 我们群众对于社会的公共治安的议题 再度走上街头 去抗议这些恐龙法官 他的判决失当 然后跟社会脱节 那次的白玫瑰运动 其实要追溯到那一年 2010年那一年 2月6号 其实那个刚才有一个高雄贾先的一个男子 叫姓林的一个男子 他在高雄贾先图书馆旁边 性侵了一名6岁的女童 然后当时地方法院审理的时候 高雄第一审判决的时候 是依被告自白说 他没有使用暴力 而且证人指证说 他并没有看到女童 有抵抗呼救的这种状况 然后法院就认定说 被告林贤他犯刑的时候 没有违反这个小女生了 没有违反女童的意愿 所以侵判他 依据他本刑7年以上 这个加重强制性交罪这个 他起诉就是判求刑 本来应该判求7年10个月 结果他只判3年多而已 结果这个案子 被媒体报导出来之后 已经引发纵怒了 轩然踏坡 大家已经很不满了 无巧不巧 就同一年8月5号的时候 刚好最高法院何怡婷 审判另一个3岁的女童 被性侵案 结果法官一样跟这个 高雄地院一审券办的时候 引用一样的类似的认定 认定女孩子这个女童的证识 验证的诊断书 没有办法证明被告 有违反这个女童的意愿 就是一个恐龙法官还不够 另外一个还要再follow 跟着他就是了 都欺负一个3岁女童 一个6岁女童 都说没有违反女童意愿 然后都本来可以 重判7年以上那种 就变成2、3年就这样侵判 结果然后最高法院是发回根审 结果再度引发中路 已经有第一次了 然后第二次8月5号的时候 引发民众更不爽 然后认为说 你这个法官怎么会这样子判呢 你跟社会的认知 和距离差 虽然你们按照法律法条 逐条的见解 你们是有你们法律的 一个专业的判断 可是你不能这样子 好像像法匠一样 所以在那一年的8月9月的时候 很多的民众在脸书上 Facebook串联 然后甚至成立正义联盟 大规模的走上街头 示威抗议 成就了2010年 就两年前那一次的 整个白玫瑰运动 让政府整个受到震撼 甚至迫使司法院 立法院要修法 司法院也要改成说 什么一个听审制等等之类 所以我觉得政府 好像不见棺材不掉泪 都要看到民众的怒吼 才会开始去改权跟章 不过刚才静平也有提到说 他很担心 刚刚看到那个两岁弟弟 一审是判死判这个死刑 二审会不会又减一半 然后再减下去的 但是我们待会广告回来 要看到 怎么会第一审的时候 判七个月 到二审的时候 变成七年了 什么样一个特殊的案件 马上回来